本期话题男人喝酒会不会影响性功能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男人喝酒会影响性功能 但是我们中文有句话就叫什么 就是小酌疫情大酌伤肾 我们在性生活前如果说我们少量的喝酒 它对我们的性功能的调动容易造成我们中书兴奋 那提高我们的性欲 对于我们性功能调整改善我们的勃起是有帮助的 那九十年代以前比如我们没有伟哥的时候 我们经常对一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病人 我们一些老大夫就建议他们同房前喝上一杯两杯的白酒 或者喝点红酒 它对性生活是有调节调动作用的 那酗酒的病人对性功能是有损害的 那酗酒来说呢 首先来说我们说伤肝 伤肝会影响我们雌激素的代谢 那雌激素增加雄激素减少了 那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性功能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长期酗酒的话 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周围神经 甚至对血管都有损害 那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性功能 我们适度少量的饮酒 在我们性生活当中 它是可以是一个调节 那么调情的作用 那酗酒的病人会影响我们的性功能 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 对说优众低 safely 这是一个酒 productor的 中国相 soflık 优优独播剧場 Universal掌揮 这是三段 第二碍 三段 我们面与